他参加高考吗 不参加 我要给他治病了 治病不耽误啊 我没办法照顾他呀 他在忍受着病痛的时候 他把好多事都想 他就觉得自己已经是没什么用 他这辈子没什么本事 挣不了什么钱 也就最后留下你几千块钱 给你维持到高考的费用 那么实在不行 那你就拿着我的这封信 我能够帮助你的就这么一点 我就读到这儿 我就不行了 我就不知道你 为什么读完了这封信之后 你爸是这么死结巴厉的 就非要让你去考 你为什么就不考 因为高考也可以明年再考 但是你考了可以不读啊 至少你考了可以了到一个心愿啊 你先考了再说啊 这是一份成绩 是一份答应的 你可以不读啊 但是我现在需要去工作 你现在工作能挣多少钱 能够解决多少燃眉之急 我可以陪在他身边 我就满足了 你高考也可以陪在他身边啊 我想全心可以的陪他 全心全意 全心全意只是个说法 有些人人在心不在 有些人金在人不在 你不管现在在哪个地方 哪怕是高考的时候 你都想着 我是为了我爸在高考 你的心就跟他在一起 感到没办法 我做了 因为这事 你怎么做 我做了 我做了 你怎么做 我做了 谢谢大家